主料,五花肉1000克,辅料,土豆2个,胡萝卜,芹菜,酱油,料酒,白砂糖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-2小时,备土豆,五花肉,胡萝卜,锅内加水烧开,将五花肉切大块下锅焯干净,将焯好的五花肉出锅,再冲洗干净备用,锅回炉上,热干锅, 将炒好的五花肉下锅,并加入姜片几八角,煸炒至五花肉非油酥干并出油,再将煸炒好的肉离油出锅备用,另起锅加入适量清水,再加入适量酱油,加入料酒,将煸炒好的五花肉下锅,加入蒜头,大火煮至肉熟透入味,再将土豆快下锅,加入适量白糖,满煮至豆熟肉透, 再将胡萝卜快下锅开盖煮五分钟左右,将芹菜切形好下锅提鲜提色即可,一份双速酱香肉完成,烹饪技巧,肉煮至八层熟食,再将土豆下锅重煮,这样子成品的土豆形会漂亮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大家!